唐触鲤鲤 过去来讲 孩子出家了 狂狂状元了 这些他才要吃鱤 鲤鱤鱤鱤鲤鱤鲤鲤鱤鲤的造型 在這個泉水當中收養 收養的以後沒有泥腥味了 然後再去製作 我是鄧君秋 今年是62歲 從事這個行業有40多年的歷史了 我出身就是燕西湯 我老師就教導我 在這個廚藝當中要先做人後做事 每一個菜從玄料到頭料都製作成功 要是說把形態方正 做到這一點你再去做事 激發上過去來講要求 塞開、吃開、肚開、氣開、撕開 嘴、脹開 氣開就為了漂亮 肚開也是為了油 能充分的伸進去 做到這個外交理論這一塊 掛鈴、去腮、去內臟 然後打上花刀 然後大花刀的時候要七上八下 這個魚有反正面 上面的大七刀 底下大八刀 打出這個魚來以後 肉都張開 打的時候它就收著比較均勻一些 便於時刻的一種適用 炸好以後你然後再去用這個蒜米 烹醋 再放好湯 提氣 炸魚你就說要寬油 油比較多一些 拿著頂性下油鍋 從這邊兩個手拽著 叫得筋骨腥 那筋骨干 我也是用水 根本很平衡 墨腿 四個啥 一口水 炸魚 蒜米 炸魚 炸魚 一起 開始 笼 很酥的里边有点糯的感觉 肉比较松弛一些 一天有时候能做个五七六条 每天最少得做两条 整个的卤菜分三大菜系 就是说有角冬菜 有我们内卤菜 内卤菜就是吉南派的这一个派系 然后你就是管服菜 就是控服菜 这是这种三大菜系 卤菜它就是白菜白味 每道菜有每道菜的味道 每道菜有每道菜的营养价值 所以说这个卤菜你是菜系的一个职手 它注重它的营养价值 悬疗讲究 你要做好卤菜 你要苦脸吉兵工 这个东西它是一个五行 它并不是说是你剁酒你就出 有的可能是撒月就可以出 有的可能是一年 有的时候跟我说一辈子我还没出出来 这个年轻人和过去的年轻人不一样 因为他现在需要一种刺激感 然后还要快 现在生活方式你都是说比较快的 不和过去是得吃完一顿饭能吃半天 他说有些地方改进的你还得要改进 但是传承要做的 但是创新也得要做的 你还有一点